看见没就是这一个马桶 四年前卖给他的 然后用的有几年了 然后他那两边各有一个孔 然后出水的话就会形成漩涡式的往下炫 然后最底下也有一个孔 看见没 他那是虎住的 然后就会形成一个缝吸原理 把水缝缝气下去 等于说增加缝吸效果的 所以说底下一个孔作用最大 他这两边的孔呢 只能形成漩涡往下炫 但他形成不了缝吸 所以说那个孔是最主要的 看见没 他这孔呢全部好像被水垢堵住了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水看一下 看见没 水全部聚一块了 然后根本就形成不了漩涡 所以说现在只有可能是他那一个口堵住了 看见没 刚才都没有看见他喷水出来 导致漩涡形成不成 应该是被水垢 时间长到把它清理 应该是水垢时间长到把它堵住了 现在呢我们就来开始把这个马桶把它清理一下 好了 现在呢我们就把这马桶里面的水把它先清理掉 找到一个一次性的杯 直接把它倒倒在地路这里 里面的水还是蛮多的 里面的水还是蛮多的 他这三个口最容易堵因为现在水质不行 像他这种的话应该是水秀大的 还有一种是碱大的 都容易堵涉喷测口导致水压不够 如果水大的话像这马桶很容易形成漩涡 我们就把这马桶里面的水垂直 好了 现在水变小了 好了 现在水变少了 然后挽不住了 我们用卫生纸把水吸出来 然后捏干 再吸 好了 水已经吸干了 现在呢 下游道已经冒屋里创味了 有很浓的那种臭味 剩下呢 我们就入 在外面买的这种 我们看 威猛的 强力劫胜劫胜劫 也就是劫胜零 它这个东西呢 是一种细盐酸 主要成功就是细盐酸 但是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和 巴士消毒液搞混 如果如果说两个东西一块倒进去的话 就会起缓硬的 所以说 嗯 还是蛮危险的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 用劫测铃 然后我们开始往这几个喷射口 然后倒 看见没 前面有一个小嘴 我们对准这里面 看见没 直接往它里面加压 然后我们再往这个口里面 再多紧一点 它这旁边是没有口的 主要是三个口 这一个口 这一个口 然后下面一个口 三个口形成交叉的粒 然后形成漩涡 它这不是属于止冲的 如果止冲的话 嗯 下水就会非常的慢 也不容易冲干净 所以说这种漩涡的设计还是蛮好的 属于粉系马桶 好了 现在口已经全部 注上了 然后呢 我们把多余的 再把这个马桶 再把它冲洗一下 把它水够 或者是料够什么的 全部把它刷一下 送片 好了 不需要太多 然后我们再用马桶刷 把它刷一下 特别是它下面一个凳 我们再多拽几下 然后呢 我们再拿这个钢丝 看见没 然后我们在前面预一个钢 然后把它插进去 上下抽动 搅动 感觉里面一款大的阻力 它在来就是长时间形成水够 或者不要够了 好了 然后我们把这 这东西全部 包括这上面的 我们也要把它倒下 它在上面不容易堵 然后呢 我们这些 步骤处理好之后 我们再把马桶盖盖住 然后静置两个小时 让它进行充分的反应 等于说把料够或者水够什么的全部 呃 化完 然后呢 我们再把 呃 放上水 然后再冲一下 看看能不能形成漩涡 好了 我们现在等两个小时 好了 已经过了将近有两个小时了 我们把马桶盖盖打开 看见没 东西全部留在最下面去了 我们来凑一下水 看见没 这样就形成漩涡了 说明确实是它这三个喷射口堵住了 然后呢 我们把它清洗一下 然后 呃 又恢复到以前的状态了 所以说马桶时间更长了 一定要定期清理 不然的话喷射口就容易堵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所以